苹果新品发布会将在台湾时间10号凌晨登场 外界高度关注 新iPhone 16有望搭载AI功能 苹果定调这次发布会名称为闪耀时刻 除了iPhone 16外外界与预期苹果AirPods Apple Watch将有新款推出 而苹果AI新功能带动换机潮 相关台厂供应链有望受惠 外界推估iPhone 16将搭载台积电3奈米制成A18处理器 推升台积电3奈米第一波出货潮 另外主要代工厂红海占比可能高达六成以上 正在提升产能扩大招工 而组装工艺商何硕也有望受惠 新唐人野太电视 林玉堂 曾新敏整理报道